哈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9月3号国际大棋局第二支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按赞订阅、赞订阅、赞计划 早前我们没有推送,我们的赞计数跌得很厉害 大家现在开始一定要习惯支持我们,赞订阅 很简单,一台我们就开始上很多节目了 大家一定要开始习惯在一台里听 也有这次的经验,假如大家例事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二台那边就会搬过去 另外也是我们一些线性的节目和一些新类型的节目 都会在二台里试一试上架 当然也要留意Playtron 也很感谢因为有些商家知道我们不行 开始跟我们谈一下,例如下一些小广告 开始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在接合中了 无论怎样也好,很多大家都有心 起码都找一下我们去接合一下 我们目前其实都没脱离危险的情况 因为就算开始给你慢慢有分离也好 这个月也是很危险的了 以至我们上个月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我们也要多捱一段时间 但是怎样也好,很靠大家帮忙 大家也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laytron和YouTube 一定要支持台长其他的制作和创作 也肯定大家留意天元解密,比如青州神秘学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的改进的,包括天元解密 大家也看到了,法灵师傅又现身和大家做节目 我们也慢慢再去抓住 看看台长的创意,他的一些指示 看看我们这边的伙计 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台长的要求 尽力去慢慢进步 希望大家守护我们同时,见证着我们整个团队在台长带领之下的一个效果和表现 希望可以慢慢成为大家觉得是OK的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台前幕后所有工作团队 台长,ITJacky,我们的节目总监,阿安 另外我们的IT人团,蔡小姐,龙仔 以至我们各式不同的主持,太多人数了 未能现在进入了,总之很多谢所有有份帮忙的兄弟姐妹 在最艰辛的时候,仍然是不辞劳苦去顶住 这一次我们很有骨气,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好了,刚才那次台长说了很丰富,很多内容 也说出了不同地方,例如澳洲,抢人才 移民政策,与屎同时,新加坡在亚洲 都在抢人才,都在抢资金 甚至乎原来刚才,哎呀,说完给我知道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没有夹过的 原来连那个一级库程式 在新加坡要搞了,珠宝展,然后抢轨了去 钱币展,又被他拿了 接着呢,连那些叫做 fashion啊,哎呀,我深信了 迟一点可能那个,色情娱乐展都在他那里搞了 台长信不信啊? 哦,我要说的原因不是看着河门 是迟些香港要搞,原本我们自以为自己 可以,可以垄断那些赛事啦,战兰会都去了其他地方的啦 那么农州呢,国际农州的境度呢,明年就应该是泰国的啦 那么下一个会争取人才呢,我相信是泰国的啦 那么他们都会争很多东西的,所以大家职无期待啦 那,三分呢 啊,台长啊,必须这样啊,宣传一下啊 我们的台呢,我们晚间直播节目呢 我们有位常任主持啊,他是我们的主要主持来的 就是泰国人啦,不过呢,他是一个呢,纯正泰国人 但是呢,他是会说广东话的 那么,他又经常主持不同的节目的 那些听众呢,常常在这儿说笑啊,问什么泰国人妖啊 问那些泰国的色情娱乐啊,有时候玩啊那些 你留意下啦,我们逢是星期五呢,就星期六呢 就疯狂星期五、六呢 那么昨晚呢,他们就是说一些敏感一点话题的 那么,大家去留意下啊,泰仔啊,IT Jacky啊,整班主持 他们的讨论啊,昨晚,我没有参与的,必须这么说 我,我,我胜取向正常的 我呢,就,我不玩人要这些东西的 那么,大家呢,有时间就,晚上听听啦,那就放松一下啦 好了,台长,那么,今节回来,打算说什么呢? 因为第一节原本那个话题呢,就退遲了的 在第二节上,所以我们现在会讲完保密第一节 那变成了其他的第二节,我们可能比较简单 不过有一宗新闻呢,都值得提提的 就是一个,所谓的亚洲先生,应该当年的这个亚洲电视搞的 就是,他是2012年参加这个亚洲先生竞选的贵军,第三名啦 那比如什么,翻满古天乐,这个就是黄俊锋啦 那他在星期一那天,就是前几天,就在,吴志鸿,即是志鸿哥 在深圳开的餐厅里面,就遇襲 那被连斩三刀的,就导致他那个面,左手,左腰是严重受伤 那送完急救之后呢,就是都毫了,在昨天就开口,可以说一句话啦 当然了,我对于这些新闻,就是一直都没什么feel的 因为,第一样东西,当年没看了,也都对这些亚洲先生的兴趣不大 无论个身材,多么健碩,多么fit,我始终都是看女性 就会比较是,视觉肯受多些 但是这个也可以见微之处的,就是你现在香港很多艺人 就是一直回到大陆尹城 那当然包括志鸿哥自己啦,文学其实都是相当之不错的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不错呢?可能那个比例是相当之低的 尤其是近年,就是那个防疫的问题啦 或者这些不同的状况,比如这些不是大陆的艺员的人 他们去限制这样,所以你真的在里面 可以还是有好照力的,不外乎那几个 刘德华啦,顾天朗啦,志鸿哥这些 可能连这些古惑仔,之前的演员都有尖到光 但可能他们都,那个收益都慢慢越来越少了 所以有大弯,大弯仔嘛 但是去到现在,在这个,就是这位周先生 2012年,周先生第三名被斩 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现象的就是 比如包括这个李国伦,在上面所谓的大货 就是在那个节目期间卖一些东西 卖到就星雷虛下,就卖小强 那容祖宜,之前说吃这个猪粮,我不敢说是猪哨 再说蔡少芬,是不是真的好呢?其实这个是宣传的效果 但是宣传中有一天,你要面对的现实就是,其实是不行的 那不行之余,如果是身体没事的,回来香港 好像蔡少芬或者容祖賢,那就没问题啦 或者侄田,但是你说搞到在上面被人打祸,搞到被斩重伤 那我相信这个就相当的坎坎了,那移民都是说 有香港的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为什么你不留在这里,你就贪图那些,就是 你觉得是大的市场,正如阿侄田说 在中国大陆也有做一个三四线的歌手 都好过在香港唱第一线那样 涉及很多问题的,这些什么,出不出到粮 有没有被诈骗,拿你的名字做其他东西 这些有很多疑问的,但是我简单说一句 大陆这一水已经完了,由于80年代 就是在大陆里面,那个香港的普及文化 占有一个非常非常主导的地位 那帮人到现在他们成长了,就是他们是最有钱 就是可以拿起消费的那一堆 他们现在可以让起这帮明星,但是这一水过了 就是这帮人都跟着老了,那新一帮,你说现在 说的是二、三十岁那些,他们不是听过这些东西的 他们都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市场那里的 所以北方那些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幻想了 MIRROR这些很正确的人 以香港为一个基地,就跟着尝试杀出去 这个亚洲市场,包括南韩,日本,其他,马来西亚 这些,反而中国大陆的市场,就被这样看好 那这个是基于这个原因,就是第一件事 它经济上面,已经是发展回慢了,甚至是倒退了 那第二个是那个国策的问题 是对于你这些比较接受这个外界的影响的 包括西方的影响,日本的影响,南韩的影响,他们不欢迎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Angela Baby 一路他都以这个名字,就是作为一个正式的名字 我们知道他有中文名字,就是杨永 但是最初我也以为他是这个,真的是Angela Baby 但是现在不准用名字了,说明了 这个广播局里说明了,这些艺员是不准 所有的中学艺员都不准用外国的名字 包括那些不知什么男团,做个英文名出来 那如果没有了那个英文名,那我想 你打亚洲市场都会问水的 那你想一下,比如说,这个南韩的 现在这些男团女团,它用什么名字? 比如说最出名的,起码连我这些老病都知道 Blackpink 那他中文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那这些是不是不准,连些年来在大陆都不准 一定要有个中文名,我们才准你进来呢 那香港也有的,香港有个叫Tyson Yoshi 那这个初来我又以为是日本人来的 不是,因为是香港人来的,但是 那这些都不能在大陆市场的了 所以呢,欧阳振说对的,不要再叫他Bobby了 叫他华哥,那这些就可以搞定了 哎呀,这个中国市场都是,真是难搞啊 甚至可能他们自己那些,有些都没得拿的了 唯一唱歌的那些就是,真是跟着国策 歌颂这个祖国,就是又用回 我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的 就是去做那个形象 但是这些人有多少可以吸引到年轻人的市场呢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禁止不绝的 那就是你喜欢看南韩啦,喜欢看日本啦 还是喜欢看西方啦 那又记得以前的这个东欧国家 当这个披头四盛行的时候,他们都想禁止的 那但是禁止,越禁止的人就越想看 那你会不会自己搞这个rock band出来呢? 你自己是搞不了的 那这个也是跟我们昨天讲的有关系啦 就是锁国政策,文化上锁国 可不可以跟这个科技上去跟外国接轨可以并存呢? 那看来也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话题,我想也太老土了 我们不会详细讲的 那原本上一节我们这个主题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11月那个金融会议 金融投资峰会 那原本呢就是这个特区政府就传说了 这个是彭博人去博物的 就是特区政府里面有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特区政府呢 那这个特区政府呢 那边就想呢就放本这个措施 就是豁免这些的外国的大MASA 又来开会啦 那但是呢 就医护人员 就是那个医护专家方面呢 就认为呢 应该在收紧那个放本的措施 那以免呢 就是那个疫情的弱恶化 那尤其是去到现在 一千万宗啊 那甚至有些推算的二千宗啊 那个收紧剩下方面呢 是想那个医疗的系统呢 就是这个负担没那么大 但是我们讲来讲 那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就是 那个重症导致死亡率那里有几严重呢 那特别是安老院方面 就是老人家 长期疼患者 这些怎么做呢 就反而我觉得那个都未必是 在小孩方面的情況是最優先的 當然現在的說法就是 在移動醫院的病床已經敷了 就一直伸延到成人的病床方面 但是家長來說 當然對於打疫苗 我看的情況是有些比較猶疑的 這個我就不如置評 因為始終有小孩 他們自己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擔心 我昨天也說了 你打了 現在打了 你都不知道 你會猶疑 一個長期的副作用是怎樣的 因為小孩小的 他還有這麼多年要過 是不是 如果你是大人的 他的免疫系統或者他 譬如說他自己的飲食 或者其他地方他自己可以控制得到 那瘦仔不是的 瘦仔 就是整幾十年留在場 如果打了之後他有什麼 跟著下來的副作用 那有關方面其實應該要交談 至於說那個金融峰會 昨天 前兩天 《華爾街日報》又踢爆了 就是有些外國的銀行家、銀行家、銀行家 他們說 部分的被獲益 他們說 我不想有這個特權 我真的跟你們普通市民一樣 你如果要隔離的 我寧願不來 如果你說有特權 我又不來 就是你的地方有一個正常的政策 不像日本或者其他地方 不用隔離的 你主要怎樣怎樣就能進來 現在要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表面的藉口 我覺得是玩東西 為什麼呢 現在擺明一件事 擺明就不妥你這個隔離的政策 無論你說三加四也好 怎樣也好 總之就是不來 是吧 為什麼呢 如果我作為一個銀行家 如果我真的要來 我理得別人其他 好像之前那個City Bank那個來 故意是為了他而豁免 他真的要理得你這麼多 現在說到你整個政策 我們不想有特權 那這些就真是玩東西了 所以我們之前都講過這個問題 我們看看 是要國際認證的嘛 金融中心 如果你說你自己是國際的金融中心 而別人不來 就證如 剛才我們第一次講的這個 就是一級方天星的比賽 你這個主觀的願望就是搞一個 國際級的賽者比賽 但是別人國際級的明星 就是著名的車手都不來 那你又怎麼會是一個 國際級的比賽呢 那久而久之如果別人 譬如新加坡、泰國 搞到別人都去的話 就取代了你的位置 所以這個很標誌性的 現在怎麼收火 我們真的不知道 甚至我懷疑後面是一個什麼的問題呢 就是直接挑戰你那個 就是中國對 就是北京對香港的政策 就是這個地方 原本大家都公認的是一個國際城市 在一個國際城市的基礎上面 去成為一個亞洲區的政策 但是如果沒有了不是一個國際城市 只不過是另外一個中國城市的話 那別人就不騷擾了 就正如這個前一陣子 這個南韓駐香港的總領事說 如果香港和所有中國大陸的城市一樣的話 香港沒有存在的必要 那這個話說得很白了 也都在這個中韓建交的周年入的時間 去說這個話 那我相信這個是變相的警告 那再加上現在你國際的這些iBanker 這些銀行業的僑佐 這些精英 他們這樣的說法的時候 我想後面那個信息不是純粹金融的信息 這個是一個政治信息來的 就是這個後面是涉及到北京對香港的政策 那是不是我不敢說 我只是盼望一樣的就是這些人 他們到某一天 他們說清楚後面那個問題在哪裡 他們私底下應該有說的 私底下應該反映給北京和香港知道的問題就是 你聽了會不會當耳邊封 或者你根本聽不入耳 那個情況也都很清晰的 包括美國 就是向中國禁止那個最高端的 就是有關這個人工智能的晶片 這個包括連香港都被禁 那是正當的 因為你香港的全名就叫中國香港 那如果你禁得中國 那為什麼不會禁香港呢 那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想特區政府本身呢 儘管沒有能力去正正式式去處理或者面對 但是起碼要反映給這個北京的當員仔聽 那我們的寄望就是到了二十大之後呢 所有的問題呢就是有一個清晰的路向 就是鎖國也好 是開放也好 鎖國之餘希望保持這個 就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好 那是有一個切實實的政策 但是呢 這個必須要知道就是 你要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一個國際城市呢 不是你自己關門說的 是要國際認證的 那別人不肯來的時候呢 你自己要想一想 要反省一下就是那個基本的原因在哪裡 那除了這件事情 當然這一節呢 其實就是因為剛才那個 退後了之後呢 這一節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日本的藍籍 就是現在是駛向這個台灣海峽 這個問題本身呢 我們要看一個timing問題 就接下來呢 這個月份也都是中國 中國的就是和日本建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建交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了五十週年 是不是 我現在就坐大家包一下 但是這個時候呢 其實日本是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大家記得前兩個月就 安倍晉三就是餘食了 身亡 但是那個國狀呢 是退遲到這個月才搞的 那這個意味是什麼呢 就是他剛剛和這個葬旗 那換言之就是 即使有任何的這些 的紀念活動 都在這個安倍晉三國葬的 這個背景之下去搞的 那很明顯就是 北京對安倍晉三的評價 都是不是正面的 但是就不可以很詳細的去講 正如這個龜爾巴喬夫一樣 就是北京去評價的時候 一定是比較小心翼翼的 因為不想得罪福 這個俄羅斯那邊 但是日本就是日本那裡 我想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 日本的議員 是有訪問台灣 但是訪問之餘 更加是在軍艦方面有這樣的行動 這個當然不會是那個表面的藉口 就是要避封 而且這個問題呢 相信不會是一兩次 也都好像這個美國方面這樣 就是定期了 現在差不多定期了 經常性有這個美國的政客 訪問台灣 也都有美國的軍艦穿越 就是台灣的海峽 甚至還沒有到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 但是就算是新式戰艦 很舊式的區域戰鬥群 這個也是一個姿態來的 而這個姿態 我們之前已經預言過了 接著會有其他的國家去追蹤 接著下來就有法國的眾議院的訪問團 遲些可能就是德國的艦隊 就會在這個印太的地方去遊役 那現在日本這個就更加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日本之前有提過就是 它那個台灣的海峽的航道的暢信 是關乎日本的核心利益 日本會視為他們自己的國防的一個部分 但是講之餘還有一個疑問就是 在實質上會不會有具體的行為 之前沒有了 但是現在有了 就是戰艦本身就是穿越這個台灣海峽了 這個是證明就是講了會做了 但是我對於這件事本身呢 仍然覺得都沒有去到那個真正正的那個 就是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因為呢 印度現在呢 就已經是有一個自己自主製造的航母艦 然後會形成一個航母艦戰鬥群 如果印度呢 不僅是在自己的範圍之內 印度洋那裡走去延民延武 然後踩過來印太的水域 甚至遲些 我這個是疑問來的 是一個想像來的 都去這個台灣海峽附近走去走一走 我覺得這個形成了一個很大的 國際勢力在那裡 這個國際勢力當然是對北京的一個警告 也都牽涉另一個問題的就是 就是一路在講那個北約亞洲版 那會不會在短期之內成立呢 就是或者在五年之內成立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來的 所以呢 這次這個日本的藍籍去訪問這個 因為避風 而去這個 在台灣海峽附近這麼多的數目出現的話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的軍事的指標來的 那接下來當然我們講了很多次的了 就是這個日本的修憲的問題 和平修憲 那這些戰艦如果去了這個 就是台灣海峽附近的話 那跟著如果再正常化 這個也出現了一個問題的 就是理論上呢 就是日本的這些的船隻 它在其他地方去出現的話 究竟有沒有跟日本那個和平憲法抵觸呢 那這個我相信就是 在日本的決策層呢 他們怎樣去詮釋這件事了 那但是日本的國民呢 始終是一件事 我相信他們對於一個日本去修改這個和平憲法 他們是一個頗為大的戒心 那究竟怎樣去完成這件事呢 就看岸田文雄的下一任了 那這個很奇怪的 為什麼不是岸田文雄呢 我就覺得岸田文雄呢 以他現在那個的支持率呢 就要修憲了 的而那些有點難度的 那裡面首先也是一樣東西 要搞定了那個經濟問題先 才可以去處理好那個經濟問題 才可以去處理這個修憲問題 那所以仍然有一定的時間 那這一節除了這個日本 這個就是那個 國際這些金融的精英 來不來香港之外呢 那也是回到那個封城的問題了 那重慶那裡封城已經搞到滿城風雨了 那深圳這邊呢 原來就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深圳六個區假期都封城 那很有趣的那種 閃控兩天全民檢測 什麼叫閃控呢 這個也是有解釋 那有多少個什麼呢 我們首先要昨天呢 就是9月1號 前天不是昨天前天 是87宗而已 本土的病例肺炎 是福田區、羅湖區、南山區、保安區 龍江區、龍華區 六個區分別發出封城的通告 就是利用這兩天 這兩天的假期 為什麼會假期呢這兩天 我也不知道 就要完成這個全民檢測 那這個居民呢 就是完成這個檢測之後 就立即要返回居所 那換言之又 又是食肆那裡 又全部撲了街 那網民方面會怎麼說呢 就是網民叫苦 你們封了嗎 反正我封了 那我前面那個封城的封 後面那個就是我瘋狂的封 就是你們封城嗎 我們就發瘋了 那這個都體現了一件事的 就是呢 就是現在那個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去理解就是 封控是為了迎接這個20大 就是這個昨天有說的了 但是呢就是為了這個 就是這個什麼呢 就是廣州召開這個防疫的 就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電視電話會議 就是省委書記啊 這個就是廣東省的第一把手 李希就要求各省 各市要做好這個 這個以鐵的肩膀 鐵的狀況 將這個疫情防控呢 各控要求落實 落到實處 他集中精力把本土疫情圍住 鬧乾 就撲滅 全力以赴 迎接這個20 中共20大的勝利召開 那我就回到昨天那個疑問了 那如果深圳啊 廣州啊 廣東省這些 為了迎接20大的勝利召開 而所以封城 那為什麼香港不是這樣做呢 那這個真是網友高人啊 去解答我這個言論啊 可能是網紅大使可能搞得到 就是是不是有我們有特殊例外呢 你還講到這些外國來的 這些這樣的iBanker 可以是豁免特殊的招待 那為什麼跟這個20大的那個召開 我們又為什麼有特殊去處理呢 那變了不是中國香港的啊 就是香港特別的行政區啊 這次真是啊 那我真是理解不了啊 那我口水乾了 阿文准你麻煩你自己接著來啊 嗯 那這樣呢 剛才台長就講了很多 那請台長呢 喝一口水 喝杯咖啡 那這樣呢 對了 剛才我先講回先 那首先呢 譬如說到現在很多的港星 他們就是上大陸 你看到上抖音啊 上很多的一些娛樂平台 來到去拍短片去賣貨 然後呢 就紮紮紮紮 但是其實你看到呢 喂我想問一下這個 其實現在帶貨還有沒有水位的 有的 必須要看你 我們留那件事啊 我自己留那件事 不是你留 不是我們留 現在要求騰訊捐一千萬出來去扶貧啊 不是啊 一千萬 不是一千萬 一千萬 一千萬 嚇死我 一千萬只是玩他 但是一千億你也是玩他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喂拿一個平衡 好不好 就是 就是不要那麼瘋 一千億啊 大哥 一千億對著騰訊來講 都不是大問題的 我覺得 不是啦 我覺得現在 我相信他給不了 現在我覺得他的環境很惡搞的 因為呢 他主要收入來源呢 其實他不是很多代理那些遊戲的 那些遊戲啊 即是那些遊戲啊 手機啊 網路遊戲那些的 那些遊戲啊 之前你重重打了他一鎊 就是從一開始吃雞 講的那個 就是槍遊戲 打出來的血 難看啊 暴力啊 血變綠色啊 好不好 接著開始 以至到後來 限時段 你記得 我們節目都講過了 叫一些BB小朋友 限去打遊戲時間 接著成年人 又要禁止消費,例如他們的課金,抽角色,抽卡,美女抽不同造型的衣服 要禁止,他們不讓那些人過度沉迷 遊戲機的收益,那些才是他們的主要收益 這給他們打查其次人事的事,不用再說了 加上早前的IT科網公司,由阿里巴巴,馬雲,到另一位馬總,馬發騰 其實他們的控制,管控和壓抑,我相信他們是頂級公司 是的,但是是否代表資金流在這麼充裕,甚至乎富可敵國那樣 我覺得現在很難,你罰他一千億,其實數字不小 一點都不小的,當然 我要再問這單新聞,也是外國這些外部勢力的傳媒的報導 就是英國《金融時報》報導,這個是昨天的 就是引述外地官員,只由於騰訊在遊戲,即時通訊及娛樂方面 具壟斷地位,內地正考慮採取實際行動 包括要求騰訊向扶民基金捐款一千億人民幣 或減持上市持股,那就是玩你而已 其實你見到那個滴滴叫車那些東西 那些已經收好屁了,蘋果都減持了 是啊,你見到不是開玩笑的,他那種的抹殺其實很恐怖 不過我們今天就不是這個國際資訊科技局 我們是說這個國際明星局先 那你見到他們那種的大貨,由曾志偉 去到陳小春買金鈔 誰知道後來被發現原來那張是杜金,是假的 是19.9 以至去到你見到 容祖兒吃那些豬梢 豬梁 跟著是古靈精怪,賣那些什麽 那些什麽十元八元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們掌握錯了重點 其實你要利用那個 你就是要利用那個香港的明星 即是那個叫做你以前在無線的形象 歌壇,以至電視劇裡面 那個明星去找 那你去做就不應該是做這個level的事情 即是我必須這樣說 就算你做代言 你說要做一些低級的 那起碼你都要看的 例如我幫這個統一 或者我幫這個康師傅 那這些起碼都叫做大品牌 但你發覺大品牌就不會用這些港星的 即是可能他九十年代用過 他都不會的 就像我們講過 有支藥油引了踢球的浪拿毒下去 然後放了他上台之後 後來又引了卡卡 即是另一個亞洲的 即是巴西足球的球王 那每一個他們都傾向 去到後期都是用那些叫做 他們自己國內的明星 你見到Angel La Baby 是一個很有名的轉型 他本來是在香港做Nemo的 是拍Jelis Man 拍那個時候那些 Angel La Baby是拍誰 那個我們經常說 他那個現在經常拍戲的 以前做Nemo 叫什麼 死呀 剛剛上嘴 那個 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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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當時 其實拍這些 後來他上了去 上了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 洗掉了那一股香港明星的味 變成國內明星 然後到現在 你看到他們那種 所有東西 其實明挽救你 好像英文名字不行 叫做中文 甚至乎你很多組合 其實都是英文的 你叫我做中合 例如有些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怎麼叫 Beyond中文怎麼叫 Beyond啊 超越 哎 神經病 真的 不要搞這些 有時候 那些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槍與玫瑰 不是這樣搞的 不行的 但是他那種 無稽之談 就放下去 你根本跟他那種文化 你玩死自己 我必須說 其實大陸人 他以前喜歡你 是以前 九十年代的形象 但是你現在就出來 做些太貼地氣的 歌謊貼地氣的 那些人是看不起你 所以就算你看到 黃祖嵐 什麼都好 賣了東西都很慘 就是因為你買的東西 全部不行 你是為了賺少少錢 或者你覺得 我買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大陸就是買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結果是不行的 回到你看一下 例如你很簡單 我必須說個個案 譬如你發覺 現在生意不好 以前那些人 買一隻西班牙火腿 沒有貴的 黑無珠 是呀 一條一條 譬如我當台長 以前你買開一隻 然後找火腿師 幫你切開 你慢慢吃一年 現在沒有消費能力 新加坡有的 但是大陸沒有 於是他就隨時轉變 就是你拼腿 什麼叫拼腿 買一隻台長 法令師傅 接著 Lawrence 文俊 Jacky 十個一起拼 分開十份 那結果呢 你看到其實隨著時代進步 那個網上銷售呢 其實已經是 去了第二個層次 就是你要賣的東西 是要一定的質素 但是那個價格呢 就不要太貴 介乎這個中價至到初高價中間呢 就是最好的 所以你看到 譬如很簡單 譬如你看到 可能有些頂級的品牌 譬如他努力試試過的 搞官店 然後你發覺 其實他拿了那些 不買得的款 鋁款出來 買一些很貴的價錢 沒有人騷擾他 去到後來 你努力試的觀點 現在的人都不會理他 甚至乎應該沒有了 然後很簡單 他就設定下一層 可能譬如 遞陀、雕陀的觀點 因為他買的價錢 就是努力試一半 然後呢 而且又不會有那個搶貨 那些人就去買了 譬如你看到 譬如 華倫天奴 一條晚裝裙 那些叫做 去賣衣服 一條十幾晚 你心想以前 中國這麼多有錢 就一定會買 原來買不出 所以 他有一些頂級品牌 慢慢他已經 收回來的 所以你看到Hermes 他信我 他不是賣百多萬的袋子 Hermes可能是賣 那些什麼 杯杯碟碟 賣一些古靈精怪 Hermes 出運動鞋 賣給你一百元一對 這些 但是你看到大家 大品牌 都懂得收拾他的 那個 Online 在這些 銷售平台的List 而最好的生意 就是哪一堆呢 永遠就是那些 叫做中級貨 例如 你說的是 但是大陸 你現在都很流行一些 叫做中價 即不是高級 中價就是 可能二十多元 一個的螺絲粉 或者拉麵 但是他裡面 就會有餡 有餡 然後告訴你 湯幾有營養 幾點 然後你買 一次過買十盒 他就送一個 電鍋給你 他告訴你 電鍋你散買 都起碼百幾二十元 你現在買十盒 連鍋 三百元有找 那些人 就會不知不覺 用這個方式 就會帶到貨 如果你去買一些 過份償的東西 例如 很簡單 台長 他應該買的東西 都是這個 但是有一天 台長 跟你說 他買那些什麼 即食香腸 即食那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兩元條 你有沒有覺得 瘋了嗎 梁錦祥賣兩元條 香腸給我 他都覺得不是 然後他跟你說 喂 這條香腸 叫神秘之夜香腸 然後你打你心想 兩元 還要台長買給我 兩元 那條東西裡面 究竟有多少肉呢 有多神秘之夜 你覺得根本整件事是謊言 那你第一次 可能我當是五千元買單 之後第二次 看到你台長再拿了那塊東西 人們覺得已經作嘔了 倒過來 你說不是 台長要賣 賣什麼 例如買CD 例如現在滾石 出中國版 80周年 什麼什麼樂隊 然後譬如 我當披頭四 復刻一隻 然後 為了大中華地區 有一隻 繁簡中文對照的CD 台長再講他的歷史 拿出來賣 然後告訴你 那隻CD賣三百元 或者二百五十九 或者二百五十九 或者如果是 再一個特別版 然後賣個披頭四襟章 送了梁錦祥 親不簽 神秘之夜襟章 賣五百 那你就做到生意了 而你不要走出去 就是台長 走去拿一條兩元的香腸 說買吧大家 那你就行不行了 所以現在那些港星出問題 就出在這裡了 就是因為你去買一些 和你本來被人印象不對等的 以至你看到那些虛假的混蛋 永遠出來就說 我們是大灣仔 不知道誰改了名字 然後你一直就跟別人說 我不是生雞 我不是陳皓南 我不是大天椅 我不是包皮 炒皮 然後帶出來 你就是用這種風格 用那時候拍攝 鼓滑仔 那個模式 來做那些人生意 其實那些客人 不再是十年八年前 那些不懂東西的客人 現在這幫客人 尤其是有些上網賣東西 他給得起二百元以上的 都是中產人士 你要顧及他們感受的 他們覺得那些東西 太難看太噁心 甚至乎好像容祖兒那樣 其實都算保持得不錯 這樣的年紀 喂可能那個女神來的 我小時候讀書 聽她唱全新暑假 聽她唱很多那些好聽的歌 然後喂 現在在這裡吃豬殺 然後那個阿嬌 可能我小時候看著她打飛機 真的女神來的 明愛暗暗暗暗入社和阿莎兩個 哇 多棒啊 有沒有搞錯啊 現在飛到寫劇 都算了 喂還要出來搞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看到了 就算明星 黃心凌就打中了 喂她仍然是扮回她年輕時候 仍然跳回那隻猛 她仍然是賣情懷之餘 她不會變了告訴你 黃心凌拿著兩元的香腸 叫你買吧 不可以的 她不會做這個事的 這次是黃心凌你看到 喂多了代言 黃心凌的代言費 是天價 五萬元 現在是幾千了 13萬 嘩 反差這麼大 喂 很尷尬 我也說到她很慘 之前你想想她出過 show 唱幾首歌 都是收三四萬 那些人都不請她來 說她有過時 接著好了 現在被她打中了 有千多萬 那她代言什麼呢 第一 你看看她的黃心凌代言 最近 可樂可樂 贏 大排 第二 她代言什麼呢 這個 亨氏 茄汁 是呀 是呀 都贏的 你說有沒有搞錯 番茄汁都可以去買 你不要管 那她怎麼賣 難道她在那裡含茄汁 然後叫你買 她不會的 她不是很簡單 她在你面前 她教你煮早餐 她煎蛋 然後教你拿麵包看熟她 放一隻蛋上去 然後再拿一支茄汁拿來畫公仔 整件事很簡單 又不是特別漂亮 但是問題就是 她中的嘛 你說整件事 好像你去做一些品牌 你是真的要那些品牌 你和你合而不是純粹就是 現在由一條廠都過來 我這裡有一批過期紅酒 誒 智偉哥 你幫我買了它 一百九十九兩支 買了之後再送一塊水給你 這樣啊 那你就可以了 她送一塊給你 一百九十九 她送一百給你 我告訴你九十九兩支 還未算平台費 那那支是什麼來的 可以喝喝的 你自己啊 你會有所判斷的 是吧 你應該是要過濾的 最慘的這幫人 不知道他們和他們的經理人 吃錯了什麼樣子 完全沒有想到 那樣東西 究竟是否符合他們的身份 所以你看陳力信那單 你很昂貴的 我們很久之前說過嘛 跟辛加麵 反面嘛 是不是 那你就含咯 真的死了 那你去到現在陳力信 甚至乎開演唱會 現在我覺得未必有人去看的了 因為以前還有 因為你唱的歌 而你 你強行 你那個政治意識 你講過的話 你要埋單找數的 所以這些就是他的致命傷 其次剛才說過 一個香港先生 在大陸被人砍 第一 這個人從來都不湊穿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發現到他什麼中職 他一向都低調做事 其實有很多這些 香港現在拍戲沒什麼 之前做攝影院 做錄業演員 其實上了大陸拍戲的 或者是接了一些叫做 小的廣告 拍張照放在網吧外面 那些 可能一個月 找回一萬幾千 夠維生 就算了 那我深信 這些人就很難得罪人 因為他本身他不是 你做影視這行 其實你越多是非 你越是出來串襲襲 就越來紅 杜汶澤那些才對的 但是問題 他不是那些人來的 很明顯這件事 就是我們 用過一個江湖的說法 這件事怎麼錯相 你說 你說在大陸 例如很簡單 台獎 現在你給了一張照片 那個湖南仔 一會兒你見那些人 五十多歲 大眼鏡的 高高的 怎麼是高高的 米六米七 瘦的 穿衣衣 牛仔褲的 真的很兇犯 真的很兇犯 這個說法 跟著說完之後 那個湖南仔 可能隨便 現在的市場 給你一千元 你扔他 他回頭 走了去那裡 看一看 糟糕 有幾個 其中一個是台獎 就是穿着一件襯衫 牛仔褲 跟著就是五十多歲 跟著就是戴著一副眼鏡 跟著旁邊還有兩三個 那些不知道什麼人 可能ABC 那人又是差不多年紀 又是差不多新年 又是穿着三毛仔褲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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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进去拉斥他 我不知道大家的认人是怎么样 不过如果以我们亚洲人,香港澳门人 你看回那些柬埔寨啊,缅甸啊,那些人 你很难分的,无论关闪都有关闪 是啊,因为你会觉得,你去看那些黑人啊 喂,是不是? 真的不可以认人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视角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最简单,以前也是啦 买空腦油,起码有张当事人的照片 跟着真的给你看,你转头呢 不止,你又不要当我留的,以前要踩线的嘛 以前要做自己工作的嘛 还有最简单呢,之前有一件事要说的 例如你要劈斯奥文俊,你要怎么说啊 你走就说,斯奥文俊你个男样 你看谁看你先 是啊,他应嘴的 是啊,有个人拿着拐掌的 一个老人家的米五高的 他的腿就弹了,他的腿就弯了 然后他又没有头发的,看着你 谁让你叫我 对啊,确实是他,他就是啊 就是这样的嘛 你猜猜不会,喂,大哥 你猜猜不会有个米七几的,大大隻隻的 过来一下折扣你了 不会出现这种事的嘛 那就是对啊,那就是中奖啊 你连沟通和不沟通 所以这些东西,除了这个明星固然惨 原来他还有三个子女 他太太在香港的 他那些真的叫上去大陆呢 接下说,拍下戏 接着顺便,那啊 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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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喂,大佬当然是找些朋友吃下饭啊 那啊,跟着聚一下 那他是很正常的,就是 他那些江湖人 很,很喜欢和那些朋友聚一下 聚一下聚一下 喂,他自己也是在上面登台的嘛 他也是在上面登台的嘛 出去唱歌啊 他也是在唱那些古华仔的歌啊 接着他就出去呢 你回到大陆呢,登台是怎样的 今晚,啊,荣幸请到,古华仔,铜锣湾渣 大佬B,一流延场指导 喂,真的啊 接着,哎,接着在那儿唱的那些呢 啪啪啪声,今晚在那儿爆炸的那些 其实也是播的而已 转头有播手,MC人那些 哎,有个教协我们 不是东下病夫 接着,哎,我们欢迎大佬B 接着,平平凡凡,他拿着这支笔出来 来怀念过去,来怀念忘掉初退 共度发烂日子,还有乐趣 喂,他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他就长期浸在上面 你发觉,他带了一群男的啊 什么东升肥司 其实就是那个四眼仔,瘦的 那现在已经几十岁人了 四五十岁人,都是拿回 92年古华仔的角色处出来开餐厅的嘛 你看到这群人,没办法啊 因为大佬B,他以前也有很多在无线拍剧的 就是以前,譬如他啊 李少基,高飞啊 即是阿基哥 阿基哥,阿基哥 阿基哥嘛 你,你现在没有的 没有东西干嘛 就回大陆咯 那你仍然人家都看到你 你以为人家真的叫你至红哥吗 出来走的才会叫他红哥 不懂的,就叫他大佬B 全世界都去大佬B 那他就拿着大佬B的桌子出来去这样 而这群人,正如你问我 喂,志鸿哥 他会不会出去大陆,会得罪人呢 我觉得一定不会 这些出来呢 去跑江湖的人呢 非常之有礼貌 我一定的,我跟你说 他不是红兴渣飞人 他是礼貌协会渣飞人 其次呢,好像志鸿哥呢 你看到他有代言一些东西的 但起码他也会选择好一点 代言一些龙虾 代言,吃一些藻类的 吃完呢,就行气活血 好像我大佬B那样抽 我抽的 喂,起码都代言对嘛 他不会去吃猪哨的 是吧 跟着,这些讲声上去 其实呢,没什么要做 也是有种,大家香港人 在异地大家聚一下 那谁知道去厕所被人扔 还有,为什么正常呢 好像你见他香港先生 大大隻隻,一直维持着 一个不错的身形 没理由这么容易被人扔到 喂,整把刀都扔到面上 是吧,正常来说 他都米8多高的 你大陆那些,做事的那些 喂,大叔米6、7 哪有可能这么容易扔到 喝了酒的嘛 你喝了酒,你没有反应啊 所以这一刻呢,就很严重的 其实呢,认真说呢 除了你在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地头 或者在自己的家 我就不会喝到醉的 我最多是扮醉 其实呢,就很清醒的 有什么事就是你拿刀拿刀拿刀 我都起码走得遲 那一个呢,就类似的事件 其实,我以前听过的 不过人名我不开了 其中一个就是扮罪 那接着,搞来搞去 他都是醉 那他后来就走掉 那另外一个就是抄得的 那那个就 都没事的 就完整了回来 那所以刚才你说的 我相信 啊台长啊,真真正正的大佬 真是在状态那些 而且文武相传,读一下书 你问啊添哥 我不说,我不说全名 鬼什么,添哥 你问他出去一个陌生地方 会不会和人喝酒到屁股? 当然不会啦 第二,你问他怎么坐 他一定会教你 门口就不要坐 是,背脊后面就是长 最好永远前面就是 一个二百十度都望了 这些呢,叫做江湖人呢 反而就不是这么花天走地的 因为他们知道的场合 回来,在他自己的家 在他自己的家里,在哪里 和兄弟的家里就喝了 但问题是,一般出来就不会 所以,其实他也很坦白说 他心想就是 喂,我没有得罪过人 又没有串过人 又没有欠人钱 我怎么会被人 我连粉丝过来 拿签名都未必有 我怎么会被人砍呢 但是在大陆我告诉你 怎么错相呢 就真是没办法的 这件事呢 是一个文化来的 那些这样的烂鬼 他可能收几百元而已 他过来砍完你之后 他也走不了 现在最惨,除了这个人 你知道谁啊?大佬B 喂,那个场里的嘛 B哥 这个呢 猜一下子 那个场里看的 B哥 那怎么办 B哥是不是很富有呢? 绝对不是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为什么说B哥呢 都是一位值得佩服的大佬呢 他二话不说 俗称啊 我们出来走的 都给了安家 进医院 手术费 以至安抚家人所有钱给了 那你说这笔数多了 那时候啊 基哥就说咯 他那时候中方啦 中方之后跟着就 又没东西了 找回以前那些电影圈 没人展示他 是啊 就是阿志鸿哥 就是看着他而已 那这些 有两个人很有雷的 一个就是阿志鸿哥 一个就是古天乐 是啊 古天乐呢 就是坦白说呢 这个人 算是这样的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 高飞 不是 阿基哥那件事 阿基哥那件事 喂 他打电话 给人 那个人接他的电话的时候 古天乐在旁边吃饭 嗯 他听完 他问是谁 然后他跟他说 是谁 是谁 现在没钱看医生 古天乐第二 找人拿了二十万 三十万支付给他 嗯 然后 就是有时候 做人呢 你真的要看 哪些叫雷 阿基哥都说 你看他打了癌症 年纪有老 走都走不到路 坦了 他跟他说 古山我还不到那些钱给你 诶 说这些壞事干嘛 快点搞出来拍戏 喂 一句的 所以有时候那些人 明日战机 老实说 就算他要套得高 就让他套咯 喂 一个人 去到这样的时候 如果不是阿基哥 临走前接受东周行访问 你会知道 不说的 这边会说的 吴志鸿 你会知道 是啊 喂 第三个 吴志鸿 谁呢 陈慎之 是啊 这些以前 十三太保 是啊 喂 不是阿叔去吴志鸿 你是不是心想 哎 没钱啊 又要 找高人 找龙五 龙五 龙五不是一个现实人物 龙五只不过是戏人物 现实国现实不说了 但是问题 龙五会不会看你呢 龙五也和他拍很多戏啊 但是问题 我想说 有时候 你真的向一些大老板 大商家去谈 那他都可能 我觉得 他都会 未必是那么容易找到他 回来 你好像古天河那些 你打给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帮不了你 他在吃饭 他刚好听到 他八卦一下 问谁 叫那个助理 签一张支票 第一张一签 那是十五万 然后再问他医药费多少 立刻去找他 但是喂 你还想怎么办 就是龙五天河 你说他 有时候有些人找他 又说他什么年轻 不入歧途 做个黑社会 喂 你不要理 这个人你 你不要说那个人 是不是年轻做了什么 是不是黑社会 是不是又说他什么 什么打BOTOS 我不要理这些了 一个人的性格 一个人的灵魂 是改不了的 他绝对是个古贵灵魂 甚至乎 那些人坦够他 他永远做起来 一句 喂 我必须说一句 我是刘德华的忠实粉丝 我常常扯起刘德华 死人样吹 一起走我的日子 他在德国是刘德华 喂 我从小时候看刘德华 刘德华我从30岁看到现在 四大天王时代 拿着他把s卡到现在 有没有变过 又是柳sir 又是这样 你看毛间图 你还跟我说刘德华值得拿影帝 不是 你让我拿影帝 一个王秋生 一个邓智慧 当然是 深哥和王秋生 这两个都是影帝 不是 刘德华拿影帝 难得你说 你要演戏 黎明比他好 不是 不相伯众 这个真的是说 不相伯众 你看看他那个 十月圍城 那个死人头 都不值得拿影帝 是吗 黎明比他好 劉德华你试一试,很简单 他穿了一套杨国唱,你试一试叫他拨长头衣出来 他黑不黑过你,他受不祭啦 我必须这么说的,有时候他名气大 我绝对觉得亚洲天王巨星,劉德华一定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以事论事,好吗? 你不可以这样去说,比如说好戏的那些 刘青云当然好戏啦 吴振宇,台长盛赞,好戏啦,两个影帝来的嘛 杜汶泽也很好戏啦,是影帝来的,杜汶泽也很好戏的 问题是没有能拍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政治最糟糕的就是 你抹消了很多这些出色的演员的 杜汶泽才厉害啊,亚士出来 喂,拆了拆了,你不要理他 他小时候又出来走过,都不要理他,出身怎样差也好 这个人他演戏,那个表情表达,演戏的层次感 赢了你那些天王巨星,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历过嘛,所以你逢是那个角色一拍中了 杜汶泽只要拍中了那个角色,他的演出就是影帝 当然你不可以叫他去做那些,两朝位一代动作 只会变成搞笑,但是你不要真的有样东西 我觉得如果是技术性说,例如最近有些人说 很好笑的,他说如果 这个呢,张家辉在这个明日战记 用了化骨龙的东西来说 这些台词呢,碰了,碰了,碰了 例如他说,刁,迎天来的 搞到花,很简单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很棒啊 这样啦,这样啦 明日战记续杀就应该这样做 明日战记续杀,续杀就这样做 反正有续杀,最害怕 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要化骨龙的演技 他真是很近啊 你叫杜文贾扮梁朝偉 他扮过的 他跟赤凯琪拍戏很好看的 因为两个年纪都近了,赤凯琪都四十多了 是啊 赤凯琪拍战,其实赤凯琪的样子看上去是美女 当然美女 他做搞笑戏很好看的,赤凯琪 我刚才想说那个男人是周秀娜 刚刚说到上口说不出 周秀娜跟赤凯琪拍戏很好看的 周秀娜也是放得下的嘛 喂,他以前就是出来,赤凯琪那一辈 就是拍那些什么水着啊,大波长腿啊 拍那些什么,拿着奶倒在身上 但是他慢慢他会成长的嘛 周秀娜他变了的了 他是一个实力派女人 他还没有经过偶像派的 他拼了一声出来拍戏就变成实力派的了 这些就是奇才了 就是你现在常说 譬如那些人在那儿弹 你说那些演员去到几个 其实不是的 其实他有很多呢 是真的里面有层次的 你没想到一说余文乐 就说他那些什么余文乐 地通拿先 他喜欢努力士 他为努力士代言 就是关于什么事嘛 你看一下余文乐拍戏先 其实你看回以前 没有奸道 余文乐的表现 是比陈冠希还抢过 陈冠希英俊 但是他真是霸不论 但是刚巧你拍下去 你说刘德华小时候也是这样 就对了 两个都是这样 不口目面 两个都是这样 两个都是这样 这么英俊 两个说话一个通就对了 对了 他只是说不代表他做得好 余文乐去顶梁朝伟的位子 余文乐去顶的 你不要说余文乐没有演技 他是不是很英俊 他跟冯德伦 跟谢霆锋一样 但是演技 是磨练出来的嘛 正如现在 你们过都忽略 最好戏是谁呢 现在我告诉你 这一代的人 三十几四十岁 最好戏就是张建兴 拍完一路向西 不停接港产片 早前三个演艺 小丁一一歌一套 他扮张飞的 他摄过肚子 扮张飞 和打击那个几乎一九一样 你看清楚了 然后就去扮毒梟 他有很多戏做过的 你不要说别人没有演技 别人这些是影帝级的 只不过他未红而已 对不对 有时候你去看电影 你不要只是这样说 你说化军龙坐在椅子里 扮了战机 那我也承认的 我也觉得明日战机 你说他唯一欠的是什么 就是没了 扮你那家是阿仕 你没了这个 有的话真是好看 套戏满分 台长也不认同 绝对认同 好了 那我们今天不要这么纯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留在星期日的时候 没什么其他怀疑 再去探索国 好吗 我想问你 我刚才那个 你幻想一下台长在淘宝 直播买两元香腸 和披头四专辑 这个比喻行不行 行 而且我们会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 我们再找这两分 一分钟 搞啊 IT部同事 有食物就先好吃了 和老婆子女告别 然后全部在工作室集合 哈哈哈 台长辛苦了 明天回来好吗 明天回来 现在呢 台长西亚牛扒 那我要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都可以吃的 单手都可以吃这个 这么滑的牛扒 最辣牛扒 那边有腐蝗 还有这味道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没有完全没有甜品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面四汤 这味菜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 接着下来 一定要点这味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 支持港国 和支持梁锦晨峰的西云 和他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章频道 好啊 拜拜